大家好,我是Tim Chen 然後目前認知於Canonical 也就是Ubuntu背後資助的公司 那今天講的 現在想要介紹給大家的是 Checkbox這一套測試軟體 那假如你們用的是Ubuntu的話 那你們可以打開你的Dashboard 就是按Windows那個鍵 然後你按 按Windows鍵之後 它會出現一個框框就要你射去 然後你打System Testing的話 然後它就會出現一個我們Checkbox 那我們開發這套軟體 最主要是做這個 給我們這個系統上 做一些軟體相關的驗證 例如說 音效卡、顯示卡之類的 那它也會把一些 你系統上的一些硬體的資訊 那做一個整合 然後會傳到我們這個 把這個測試的結果 然後傳到那個 我們網路上的一個系統 那接著我們使用者就可以看到 從網路上看到就是說 假如說 例如說某某ASUS 或者是DALE電腦 到底有沒有support什麼什麼driver 那我們接著就可以上我們這個 那個我們一個網站 然後就會看說 這台電腦的 Ubuntu的資源是怎樣子 OK 那這一個我們前端的GUI是用QT寫的 那後端的話全部都是Python 那 然後我們在做一些測試的話 還大量的用到一些share script 那 目前我們知道的程式就是 就是 你假如裝了是Ubuntu的話就一定會有的 那現在看到的這個是 他在做一個audio test 那他這裡是詢問使用者說 他會 他會播一段音效 然後他就會詢問使用者就說 你聽起來是不是正常的這樣子 OK 那 我們目前 我們部門呢目前正在真人 那就是說希望 那個 對於 那個 這種 硬體驗證測試 然後又有Python 還有share script share script相關開發經驗的朋友 希望可以來加入我們 那 我等一下也會在BOF 那 希望就是說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找我 謝謝